直言相告 美议员 台湾共和国不是比目 路透社惊爆 河南对外国记者量身定做监控系统 世卫 变种病毒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 应对中共美商务部长 请国会通过芯片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随着台海局势的紧张日增 美国朝野现在越来越不隐瞒 对台湾的大力支持了 11月28日星期天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 对外直言相告 他此前在推特上发文称 台湾为台湾共和国 不是比目 是他故意的举动 目的是表达对台湾民主自由的支持 代表北卡罗兰纳州的梅斯 在接受CNN采访时说 这是我对台湾人民 和他们对中共侵犯的担忧的一种 微妙但有利的支持 梅斯说 这是试图告诉台湾人 告诉那里的人们 我们赞赏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们对我们的经济 和世界各地的经济体都很重要 我们希望确保他们的民主和自由 得到保护 这是我发那条推特的希望 它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 非常积极的反应 上星期五名美国国会议员 出人意料地访问了台湾 并在11月26日周五 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 率团访问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高野说 这次访问是为了重申 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 两党议员25日晚抵达台湾时 梅斯众议员在推特上发文说 刚刚降落在台湾共和国 中共政府反对美国议员访台 并对梅斯言论表示不满 中共国台办11月26日回应说 警告美国某些国会议员 停止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停止打台湾牌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滋事玩火 国台办发言人说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的图谋不会得逞 跳得越高摔得越狠 梅斯说中共中美大使馆 在他们出发前联系了 此次访台团的所有美国议员 要求他们取消行程 但议员们仍然执意赴台 他说在这一地区 唯一具有侵犯性的是共产中国 而不是美国 他直白向北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据路透社报道 根据查阅道的文件显示 中国人口最大省份的河南省安全系统 正在构建一个监视系统 用来追踪记者和国际学生 以及其他可疑人员 总部位于美国的监控研究公司IPVM 密切跟踪该网络的扩张 并已经确认了河南省政府的文件 IPVM公司表示 此次招标的独特之数在于 将记者指定为监控目标 并为公安部门提供了快速定位他们的蓝图 据路透社报道 根据今年7月29日 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招标文件 详细介绍了一个监视系统的计划 该系统可以使用3000台 连接到各种面部识别摄像头的人脸识别摄像头 来编制这些来河南的嫌疑人的个人文件 并将此并入国家和地区数据库 9月17日 中国科技公司东软获得了一份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合同 要求该公司在签订合同后的两个月内完成系统的建设 河南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布了单独的文件显示 路透社说 无法确定该系统目前是否正在运行 位于沈阳的东软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共正试图建立一些安全专家所说的 世界上最复杂的监控技术网络之一 在公共场所安装数百万个摄像头 并越来越多的使用智能手机监控和面部识别等技术 据路透社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的监控研究公司IPVM 密切跟踪该网络的扩张 并首先确定了来自河南的相关文件 该公司表示 此次招标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记者指定为监控目标 并为公文部门提供了快速定位它们 并阻碍它们工作的蓝图 据该报道 招标文件规定的摄像头必须能够为面部 背口罩或眼睛部分覆盖的个人 建立一个相对准确的文件 并且目标必须通过简单的上传图片 或搜索它们的面部属性 在数据库中进行搜索 该系统将由至少2000名官员和警察操作 并根据招标将记者分为三类 红色 黄色 绿色 按风险降续排列 据招标解释说 覆盖全河南的不同警察部队 将连接到该平台 以便在发出警告时立即采取行动 河南拥有9900万居民 是中国人口第三大省份 招标文件显示 如果记者在河南登记入住酒店 买票或越过省界 则将发出警告 路透社说 一些新闻自由组织表示 自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 据路透社报道 虽然河南文件的大部分内容都提到了记者 但也有几个部分提到了外国记者 去年10月河南省政府在其面向潜在供应商的采购平台上 发布了一份异项项目的简短摘要 称该系统将以外国人为中心 并有助于保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利益 该合同于7月29日进行招标 此前来自英国BBC 美国洛杉矶时报 法新社和其他报道河南洪水的外国记者 成为中国严格审查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当时表示 非常担心目睹报道洪水的记者在网上和线下受到骚扰 例如 他描述了一个微博账户 如何要求其160万粉丝报告一名正在报道洪水的外国记者的下落 招标还表示 这一系统应该能够通过手机定位和旅行预定等方法 跟踪国际学生的动向 尤其是在国庆节或两会等关键日期 在敏感日期 启动战时预警机制 招标文件写道 世界卫生组织29日周一警告说 Omicron病种病毒可能会在全球传播 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 新冠病例激增可能会在某些地区产生严重后果 世卫组织在给194个成员国的技术建议中 端促各国加快对高优先群体的疫苗接种 并确保缓解计划到位 以维持基本的卫生服务 世卫组织说 Omicron具有前所未有的突变数量 其中一些突变对疫情轨迹的潜在影响令人担忧 世卫组织并说 与新关注变体Omicron有关的全球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非常高 WHO还称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更好地了解Omicron逃避疫苗和之前感染 所引起的免疫保护的可能性 预计未来几周会有更多数据 WHO还说 新冠病例和感染预计会出现在已接种疫苗的人身上 尽管比例很小且可预测 芯片现在成为世界高科技竞争的核心 来自中共的竞争 使美国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和技术威胁 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利用一次访问密歇根州的行程呼吁国会 通过旨在扩大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521美元的法案 此外 美国商务部目前仍在继续审查来自世界各地公司的芯片市场数据 29日周一 雷蒙多将访问全美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的一个地方分部 并与密歇根州的政界人士通用汽车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姆公司斯泰兰蒂斯的官员会面 讨论提升芯片产业的问题 今年9月 美国商务部向汽车制造商 芯片公司等行业部门发出了一份 关于芯片市场的信息调查请求 称这一信息将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 并设定11月8日为最后答复期限 雷蒙多告诉记者 超过150家公司 包括许多亚洲公司自愿向商务部提交了数据 雷蒙多说 我们对回馈的数量感到非常满意 这些反应非常详细 我们仍在评估这些回馈信息的质量 雷蒙多说 商务部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提供评估结果 他还将分享一份高层意见总结 但承诺会保护企业的机密数据 11月17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领袖表示 他们将进行谈判 寻求就一项法案达成最终协议 以提高美国与中共和半导体制造业的技术竞争力 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将为半导体制造业拨款520亿美元 并授权1900亿美元 用于加强美国的技术和研究 雷蒙多星期一还计划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讲话 他的办公室发布的讲话摘录提到 我们需要众议院通过其版本的芯片法 中共国 台湾 欧盟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在向前迈进 而美国却在后面追赶 我们不能落后 雷蒙多的讲话还将提到 美国需要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国维持强大的全球供应链 解决这一短缺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商业界正在采取 近岸生产和友谊支援等战略 以便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纳入我们的供应链 上周 三星电子表示 他已选择德克萨斯州的泰勒 作为其价值170亿美元的新工厂的选址 以生产新进芯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